腓利比书 腓利比教会是保罗在东欧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传扬耶稣的教会 这件事写在《使徒行传》第16章 腓利比是罗马人在古代马其顿的殖民地 城里住满了退役军人 这座城市因爱国主义而闻名 所以当保罗在那里宣讲耶稣是世上真正君王的时候 遭到极大的拦阻 后来保罗去别的地方宣教 那些留在当地的基督徒仍继续受到抵挡甚至迫害 但他们始终灵性火热忠心跟随耶稣 保罗在狱中写了这封信 他寄信的理由非常实际 当时腓利比教会拆派同工以巴伏提给保罗送去捐款 供应他在监狱里的生活 保罗请以巴伏提转交回信 除了表达感谢 他还写下了更多的嘱咐 这封信的结构跟保罗以前的书信不一样 不是从头到尾发展出一个单一的主题 相反 在这封信中保罗采用一系列短文 令人反思的片段和小段落 围绕一个中心来论证 这个中心就是第二章中的一首诗 诗歌生动的在线了 弥赛亚抱成肉身的神奇经历 描述了他的生死 复活和升天 保罗每一段都引用诗中的关键词和概念 来表明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 才能让人看到耶稣的生命 在书信开头 保罗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 并为腓立比教会的慷慨乐捐和坚定信心而感谢神 在信中 他确信神必会在腓立比信徒身上继续生命更新的工作 他们必会不断的成长 结出更多信心和爱心的美好果实 随后保罗重点讲到腓立比教会信徒最关心的事 就是保罗在狱中的情况 被关在罗马监狱里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 但很奇妙 这竟然让耶稣的福音得以广传 所有的罗马守卫和官长都知道保罗是因为宣讲的耶稣复活的好消息而被囚禁 但是保罗被监禁 反倒激发了其他基督徒公开传扬福音的信心 保罗乐观地认为他将被释放出狱 事实上他当时也很可能被处决 但他说起这件事却不认为这有多么糟糕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在保罗看来 他眼下和将来的生活都取决于耶稣对他付出的爱和牺牲 这意味着如果他被处死了 就可以和主耶稣在一起 这对他是极好的事 如果他被释放了 就意味着他可以继续见到教会 让其他人得益处 这正是保罗希望达到的结果 请注意保罗是怎么想这件事的 他认为为基督而死并非真正的奉献 唯有活着服侍他人才是 这就是保罗融入耶稣生命的方式 爱他人胜过爱自己 并甘愿为此受苦 随后保罗敦促教会要效法耶稣与他同行 保罗鼓励他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配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生活在罗马爱国主义的宣传中心 但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被主耶稣所塑造的 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逼迫 不过他们并不惧怕 因为与耶稣同行而受苦 是活出主耶稣生命的一种方式 之后保罗写下了第二章中这首著名的诗歌 在诗中保罗引用了大量旧约圣经的内容 特别提到《创世纪》一到三章中亚当和他对神的背叛 还有《以赛亚书》中关于受苦仆人的记载 这是一首宣讲福音故事的精彩短诗 值得用心背诵 弥赛亚在倒成肉身之前住在荣耀之中 与神的地位是同等的 他没有像亚当那样企图与神平等 反而谦卑自己 娶了人的样子 做万民的仆人 甚至允许自己在世人面前被羞辱 一心顺服天父的旨意 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 但是神用大能和恩典 把弥赛亚从羞辱的死亡中带进复活 如今神使耶稣升为至高 成为万王之王 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好教所有的受造物都承认 耶稣基督为主 荣耀归于父神 诗歌的最后一段让人震惊 保罗引用以色亚书四十五章中的经文 宣告一切的受造物最终都要承认以色列的神为主 保罗说得很清楚 从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耶稣身上 人会看到以色列的真神是圣父与圣子耶稣的合一 保罗认为这首诗明确地表达了耶稣是谁 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当以耶稣为榜样 像他那样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随即提到了两个人 提摩泰和以巴伏提 他认为他们两个都活出了基督的样子 提摩泰像耶稣一样 总是在意他人的需求 胜过在意自己 以巴伏提本是菲利比教会派来给保罗送捐款的 却冒着生命危险在监狱里服侍保罗 结果得了重病 生命垂危 但神怜悯他和保罗 没有让保罗失去这位朋友 保罗特意提到这两个人 是想说明 他们就是活出耶稣生命的榜样 值得我们去效仿 接着保罗用亲身经历指出 那些要求非犹太基督徒受割离的信徒 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提到过 还在找他的麻烦 他们不断地提醒保罗回想自己的过去 当年保罗试图靠热心遵行律法 让自己在神的面前称义 以至于大肆迫害基督徒 但如今保罗像耶稣一样 放下过去拥有的地位和特权 视之为粪土 他原来的用词比这粗鲁得多 保罗放下这一切 为要成为仆人 效法耶稣 和他的主一样受苦 给人以牺牲的爱 他这么做 是因盼望耶稣的爱 带他胜过死亡 进入复活的荣耀中 保罗说 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真正的公民身份是在天上 当然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盼着离世去天堂 相反 天堂是超越之地 有主耶稣在那里做王 主说 我们都应盼着荣耀的救主 从天上再来 回到我们中间 带下他公义国度的医治 和改变生命的爱 迎来一个全新受造的世界 之后 保罗鼓励 菲利比教会的信徒不断活出耶稣的样子 他提到两名出色的教会带领人 都是女性 也都是保罗的同工 这两位姐妹彼此有冲突 保罗恳求他们效法耶稣的谦卑 彼此和好 随后 保罗劝菲利比人 在逼迫面前不要惧怕 只要把所有的压力和需要都谢给神 主必会赐给他们平安 保罗说 这样的平安 需要将内心集中在美善真实 令人喜爱的事情上 人生在世 总有一些让人不满意的事 但跟随耶稣的人应该明白 生命本是神的恩赐 无论生活境况怎样 我们都可以选择注目神的美善和恩典 保罗在书信结尾处 再次感谢菲利比教会奉献的礼物 并说自己遭受的监禁和贫困 算不上真正的困境 事实上 菲利比人成为他最好的榜样 让他看到 无论境况如何 都可以拥有满足的秘诀 那就是单单依靠 加给他力量的那一位 保罗慢慢看到 他的受苦是与耶稣有份的 菲利比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帮助我们了解保罗的思想 他把自己的整个人生 看为耶稣生平的在线 我们从信中可以感受到 他和耶稣亲密无间的关系 在保罗看来 耶稣的爱与同在 比他的呼吸更真实 这让他在最黑暗的时刻 仍然能谦卑地仰望 保罗让我们看到 认识耶稣始终是一场深入的 个人的 改变生命的相遇 这样的耶稣 正是保罗想邀请众人 跟随的榜样 这就是菲利比书的经意